下面说六番语话 一切阿弥陀经 昼夜六时 与天曼陀罗话之意 弥陀经上也有这个意思 这样也有 六时这是古印度 古印度把一天昼夜封为六时 昼三时夜三时 那我们中国古时候 把昼夜封为十二个时辰 用紫丑颜毛沉思无畏 用这个来标识 十二个时辰 十二个时辰 那现在呢 现在世界上通行的 是把昼夜封为二十四时 我们叫它小时 它比中国的时候小 那中国一个时辰 是现在的两个小时 这乘得做小时 印度时辰比我们大 我们中国 我们中国两个时辰 是印度的一时 印度昼夜之分六时 在我们这个地球上 时间风发不一样 现在交通遍迹 知道有时差 古时后没听说过时差 这个名字 只有在天文学里头 有讲到 日常生活当中 没有感觉到有时差 现在有时差 六时辰 六时辰 辰昭 这早晨 日中日暮 戒经里面称为 晨昭是 粗日 粗日 日粗 日中 日暮 三时 夜晚呢 粗夜 中夜 后夜 也 白天也称为 粗日分 中日分 后日分 有这种说法的 晚上粗夜分 中夜分 后夜分 世尊当年在世 晚上休息 只是中夜 中夜是什么时候 用现在的话来讲 印度一个小时 是四小时 休息的时间 一天是一时 就四个小时 晚上十点钟 休息 两点钟就起来了 中夜是休息的时候 中日 北天 是静世的时候 中日分 吃饭是在中日 日中一时 下线 中海 中日 中日 中腱